新疆队击败北控队终结了10连败昨晚 CBA常规赛第39轮迎来一场焦点比赛 新疆队坐镇主场VS北控队双方经过四节比拼 最终新疆队以98比92击败了北京队 如此一来新疆队终结了10连败以18胜21负的成绩 排在CBA积分榜倒数第三名 无缘CBA季后赛北控队则以14胜25负的成绩排在积分榜第15名 输掉这场比赛北控队落后第12名的江苏队三个胜场 后来联赛只剩下三轮比赛 这也宣告了北控队就此无缘CBA季后赛 这也是北控队连续三个赛季无缘CBA季后赛 如此结果对于大投入的北控队来讲也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 从本场比赛来看两队在开始打得比较胶着 比分一直是紧要着到首节比赛打完 新疆队以19比15领先北控队4分 第二节比赛两队进攻效率都有所提升 不过新疆队的进攻效率更高随着比赛深入 新疆队建立了10分以上的领先优势 到上半场比赛结束 新疆队以58比45领先北控队13分 下半场一边再战 北控队利用内外结合 多点开花不断缩小双方的差距 随着张帆外线命中 双方分差来到只有4分 随后新疆队调整了过来 通过一波得分小高潮 又扩大到了领先优势 第三节比赛结束 新疆队以77比70领先对手7分 末节比赛 北控队通过一波小高潮 将分差缩短到只有2分 接下来 两队进入了白热化的争夺 最后时候 新疆队抓住机会 以7分的优势胜出 笑到了最后 秋标 在这么漂亮的球馆比赛 很感动输掉这场比赛 对于北控队来讲也是一种解脱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就不用为季后赛门票考虑了 大家接下来可以平静的心态去打球队 在赛后 北控队主教练马布里 也是肯定了球队表现 他认为球员在比赛中都很拼 也是很努力 大家知道这是一场硬仗 大家都是全力以赴 对于新疆队而言 这场比赛同样是解脱 因为新疆队此前缺席了7场比赛 被CBA公司判罚为0分 这导致新疆队无缘CBA季后赛 不过 在此前新疆队已经遭到了10连败 这对球队而言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 这场比赛也是新疆队本赛季第一个主场比赛 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全队上下都是十分开心 十分兴奋 在赛后 新疆队主教练邱彪表示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主场比赛 能够在这么漂亮的球场打比赛 很激动 很兴奋 大家的精神面貌也很好 都是全力去拼抢 很激动 很感谢有这么多球迷在现场 对于球员在比赛中出现了一些起伏 球标表示这也是很正常 毕竟 这是球队第一个主场比赛 新疆队主力球员阿布都沙拉木 在赛后也表示 能够这么多球迷前来 真的是感觉很幸福 其实 在第三节比赛的时候 自己已经是抽筋了 但 后面一直都是坚持在比赛 每一次抢篮板球 都是跳到了最高点 毫无疑问 阿布都沙拉木 为了球队能够取得是拼了 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对于新疆队而言 是一个新的起点 让球迷见证了新疆队 依然与大家同行 CBA第一魔鬼主场 近八年只输了三场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新疆队在主场拿下这场比赛 也是创造了CBA 近八年来最佳主场战绩 在近八年 新疆队在主场一共打了81场比赛 取得了78胜三负的战绩 胜率达到了96.3% 这样的战绩 就连广东队和辽宁队也是自愧不如 不得不说 新疆队在主场比赛 几乎就是一个无敌的状态 毫无疑问 新疆队主场就是CBA第一魔鬼主场 随着CBA联赛现在恢复主客场 那么 新疆队这个神奇的战绩 相信也会继续保持下去 他们将会继续去书写CBA魔鬼主场 祝2015-2016赛季 新疆队的主场战绩为19胜0-2016-2017赛季 新疆队的主场战绩为18胜1-2017-2018赛季 新疆队的主场战绩为18胜1-2018-2019赛季 新疆队的主场战绩为22胜1-201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